人的肾在哪个部位 李璐 肾病科 副主任医师 肾脏一般位于人的后腰部 位于我们抚摸后的位置 可以这样给大家说 当我们的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 当我们的双手举成拳头的时候 我们的肾脏就是我们的拳头大小 它位于左侧和右侧各一 右侧的肾脏往往比左侧的肾脏略高一到两 一到两公分 当我们坐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肋骨下缘 然后我们的肾脏就在我们的肋骨下缘 和我们的骨盆这个中间 我们的肾脏是有很大的带伤功能的 我们肾脏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可以主排泄 排水 内非密等各种功能 这个时候如果当你发现 你的后腰部出现疼痛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 是不是我们的肾脏出现病败了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肾脏的疼痛 你要明确是我们后腰部 还是我们肌柱所引起的 基础导致的我们的腰痛所致 如果你发现我们的肾躯出现了疼痛 请及时就医 当我们的肾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 病人往往会表现为浮肿 血尿 高血压 严重者会出现尿毒症 进一步导致患者透析 希望各位就是出现有腰痛症状的患者 能够及时就医 以免发展到中部期肾病 导致尿毒症 专家提示 一 肾脏位于人的腹膜后腰部位置 拳头大小 左右各一 右侧比左侧位高一至二厘米 二 肾脏主要有排泄 排水 内分泌等各种功能 三 脊柱和肾脏疾病 都能引起腰部疼痛 需要及时就医 四 肾脏出现问题表现为浮肿 血尿 高血压 严重者会出现尿毒症